冠军联赛胜者组兵哈姆斯胜略第一 中国三将军一胜二负 北京时间2月4日凌晨 2021年2月022斯诺克冠军联赛胜者组 率先结束了12场小组赛的比拼 出战的三位中国选手 全部取得了三战一胜二负击一分的成绩 根据胜局数不同 严炳涛战略第三 梁文博和赵新彤暂时排名倒数两位 此外 斯图尔特 兵哈姆斯战全胜战略小组第一 约翰 西金斯三胜一负暂居第二 格雷厄姆 多特四战一胜三负排第四 在单杆破百榜上 赵新彤在对阵严炳涛的中国得比第三局中 轰出了单杆143分的本组 到目前为止的单杆最高分 剩余9场小组赛 两场半决赛和决赛将在第二比赛日继续进行 邀请赛版本的冠军联赛 共分为7个小组以及胜者组 比赛在莱斯特陈边剧场举办 具体赛成为 2021年12月20-23日 2022年1月3-8日 2022年1月17-18日 和2022年1月31日-2月3日 赛事邀请世界排名前25的球员参赛 小组赛将由7人一组组成 贾德、特鲁姆普、罗尼、奥沙利文、约翰、西金斯 和邀请赛版冠军联赛的未免冠军 K减威尔逊是第一批受邀的选手 K减威尔逊和特鲁姆普进入第四组 而奥沙利文和西金斯都在第七组 经过七个小组的比拼 最终 梁文博、格雷厄姆、多特、赵新同、斯图尔特、宾汉姆、斯科特、唐纳尔森、严炳涛和约翰、西金斯七名球员杀出重围 打进最终的胜者组 也就是冠军组 比赛分为小组循环赛阶段和半决赛 决赛 循环赛前四名将进入半决赛 球员按照积分 最多胜局数和最少负局数排名 如果仍然相同 则看球员之间的胜负关系 首日比赛共进行了12场小组赛 全部采用5局3胜制 其中 初战的三位中国选手 全都取得了三战一胜二负击一分的成绩 三名中国选手中率先出场的严炳涛 首战在大比分2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冰汉姆连搬两局 以57-44 9-84 71-1 0-136和39-53 大比分2-3被逆转 随后 他在与梁文博的中国得比中 轰出一杆破百和一杆90加 以142-0 64-38和94-6 大比分3-0横扫胜出 但在对阵赵兴桐的中国得比中 他以82-0 0-73 0-143 86-0和45-59 大比分2-3告负 在战绩相同的情况下 他因胜局数多 而暂时排名小组第三 第二个出场的梁文博 首场轰出一杆80加和一杆60加 以83-42 85-37和67-7 大比分3-0横扫胎纳尔森 第二场中国得比输给严炳涛后 他又在第三场比赛中 以48-69 22-51 75-0 72-0和1-101 大比分2-3西拜多特 在战绩相同的情况下 他因胜局数少两个 暂时和唐纳尔森并月排名第五 最后出场的赵新童 首场进入状态较慢 以0-79 0-80 79-0和37-80 大比分1-3不敌西金斯 第二场 他依旧表现不佳 最终 以22-73 8-58和51-61 大比分0-3被宾哈姆横扫 遭遇两连败 在中国得比中险胜严炳涛后 赵新童一胜局数仅有4局 而暂时排名小组倒数第一 除三位中国选手之外 宾哈姆以4战全胜击4分 战略小组第一 西金斯以4战3胜1负击3分 暂居小组第二 多特以4战1胜3负击1分 排在小组第四 在这12场比赛中 共有6位球员打出了8杆单杆破百 其中 丁汉姆和多特格贡献两杆 唯一没有破百的就是梁文博 而赵新童在对阵 严炳涛的中国得比第三局中 轰出了单杆143分的本组 到目前为止的单杆最高分 在这12场比赛中